为了协助栽培更多本地的商业人才 绿书首相署的中小型企业拓展中心 和拉曼大学学院达致合作协议 成立一个名为企业孵化器的研究中心 为国内中小企业提供经商建议 研究中心估计在两个月之后就会投入运作 为国内中小型企业代表对话之后 召开记者会表示 企业孵化器中心主要为初创的小企业 提供综合服务 为菜鸟商人提供融资或发展的建议 另外针对不少中小型企业商家 向当局反映人手不足的问题 魏佳祥认为劳力短期问题 严重影响商家的生产力 因此政府将重新检讨 聘用外劳课题 当务之急就是揪出 钱藏在国内的170万名非法外劳 并在登记漂白之后 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引进更多的外劳